現在8點46分 26號 打開年燈,有很多東西爆出來 剛才 今早做了一個直播 揮明 揮明村 那裏做了一個隔離村 揮明隔離村 做了一個隔離中心 網傳那裏的圖 可以給大家看一看 這張網傳 隔離中心的東西都搬進去 準備放人進去 這個揮明村 華輝村 其實那個地方 就是揮明村 不管了 總之是粉嶺那裏村 其實 他說未落成 雖然好像 沒有人住 但其實 旁邊的位置 其實很近民居 三分鐘 因為村來的 本身他就在民居裏面 他那個位置 其實後面是山 但是 外面 基本上就是黏住的 那些屋邨 你可以當它是一個 大屋邨的最後一個座 但是問題 那些人 你隔離那些人 他都會下街 會不會惹他隔離那一棟呢 為什麼 你不可以把隔離那些人 擺遠一點 那些度假營 那些 為什麼要放他們在那裏 這個 引生一個問題 令到那些人 就開始 就是堵路 就是 最新情況 可以看看這個 有些人 有些防暴警 就在華明那裏 華明路 康明樓那裏 就在部署 可能今晚 好像暫時 還未射出雷彈 可能 稍後 可能晚一點 就會射 舉個藍旗 這裡有一個藍旗 那些人 就堵路 就塞住這條村 希望 就說 你不可以這樣做的 不可以放那些人進來的 網傳一個消息 就是 原來林鄭 據說 全 答應了大陸 就說 可以容許 某些人下來 某些病人下來 減輕 內地疫症的問題 全的 不知道真還是假 這樣的 所以 基本上 為什麼他不封關呢 就是 他打算救大陸 救大陸的災民 就是這樣的 利用香港的醫療 但是搞著香港的市民 現在好像最新情況 香港確診有7宗 7宗 第六宗 不知道第幾宗 還有一個 武漢人 很想猜 他原來在武漢 在濕市場 街市 做收銀 說自己會計 又說自己沒有去過武漢 然後被人踢爆了 原來 就是武漢肺炎 就是有去過武漢 又成這樣 你看到了 這些叫做隱藏的 惡毒者 其實很多 你都預料了 他們那群 大陸人 一定會說謊 真是 難道 他的病徵又不是那麼明顯 難道 被你捉到隔離營 你猜很愁 你看到那間房 只要WiFi都還沒有 簡單來說 WiFi都還沒有 那間房子 被你捉上去怎麼辦呢 所以 都很濕 甚至有些人 燒了屋邨 那麼誇張 燒了屋邨的位置 應該是 玩得很大 他們那邊 戰況方面 都不知道 暫時 警方好像捉了幾個人 又是捉了幾個英俊 本港確診第六中 武漢肺炎個案 47歲男 武漢 在八沙州市場 武漢八沙州市場工作 在深圳搭高鐵回來香港 深圳都有機會是高危的 他去過的地方全部是高危的 高鐵 病人就說 打風狗正針為理由求診 沒有表明的是從武漢回來的 又俄稱自己是會計師 幾個鼓話 說了謊 雖然多點不誠實 基本上 政府其實是一個很自私的行為 基本上 林鄭沒有考慮過 香港人 或者粉嶺人 新界人的 命危 他覺得哪一區那些人很欺負呢 就把那些 病毒放在各區那裡 原理很簡單 很簡單 他一定是 我當是政府 他一定是欺善怕惡 第一個地方不能選擇 就是元朗共和國 不能選擇 不可以選擇那些地方做一個隔離的中心 因為那些人很惡 元朗就淘汰了 上水也是不行 鄉黑的世界 不止得元朗 上水也不行 其實上水反而我自己覺得比較好的 比較遠一點 那些地方真的是很遠 上水不行 然後就考慮 然後逐個區數 看看哪個區 未試過遊行示威 選擇那區 就是粉嶺 我覺得邏輯就是這樣的 粉嶺又真的挺有趣的 粉嶺 所有的遊行 都是沒事的 半年的遊行 上水也有遊行 粉嶺偏偏沒有 大學站也有 大埔也試過 粉嶺是沒有試過的 沒有試過有任何遊行的跡象 是一個很和平的 一個地區 它有兩邊的 因為當時我上班也要 進去 它有兩邊的 有 華明那邊 還有一邊就是 就是 就是那個 就是地圖 可以看看 有這個 聯和區那邊 粉嶺 聯和區 就是這樣的 它就把隔離中心 其實就放在 華明那邊 其實粉嶺也住了很多人 那裏的交通 主要都是用巴士 華明那邊 主要用巴士 因為它那邊 就不是很近 火車站 但是那裏 華明那個 巴士站 其實很方便 搭車 好了 那個位在哪裏呢 就是 如果大家去過粉嶺就知道 這裏就是火車站 它有一邊就是 聯和區 聯和區那邊 有很多人住 馬士部 就是這裏 馬士部 就是 陳伯 那個位 即是粉嶺馬士部 那裏都有很多 村落 不同的村落 就在華明花都廣場那邊 再入一點 走進去 雍盛苑 那邊 雍盛苑 再裏面 就是這個 輝名村 這個政府 不知想一想 他覺得 這個位 應該理論上 應該理論上 就是 就是 沒有人住的 應該沒有人吵 是不是 但是你有沒有看過華明 他們真的沒有落實地考察過 究竟是不是低能的 那些高官 華明是很多人 交通 出出入入的 很多巴士 又成 那譬如你 大哥 那些人 就住在隔壁 而已 你這樣 這個隔壁營 在這裏 隔壁那些 雍盛苑 那些全部 糟糕 還有一間中學 兩間中學 就是幾間中學 在這裏 小學 你看多多 那些 屋邨 建築物 還有商場 屋邨 那些隔壁 隔壁的那些人 你不是找一個塔 你不是找一個鎖鎖住 他去這個 雍盛商場 那裏 屋邨散播 那不就更糟糕 選址 其實很難有問題 啊 真是神經病 那些道鎖的中心 那些道鎖營那些 不就對 沒有理由放他在這裏 這裏的圖 可以看到 他們的大勢超 警察就害怕到這樣 害怕到自己 做一些防護措施 他自己也害怕 然後 把那些不要的東西 劈給你 就是這樣的 很冷靜 這就是現在 政府的所謂 據說有很多藍絲都出來倒露 不單止是黃絲 因為看影片就很難分到哪個黃絲哪個藍絲 傳說這次是南黃大合作 南黃大和解 一起去倒露 這次是相當 勁的 你猜不到 以為 這次 那些時代革命 都開始 猜不到地區性 爆發 有例 因為這些時代革命 其實這些光復屯門 光復粉嶺 其實 是地區性問題 這也是 這也是 時代革命的其中一部分 今天 來一場 粉嶺的戰爭 舉了南旗 現在最新情況 9點 9點 左右 這個 Telegram 挺好的 實時會 截圖 講到一些細節 給大家聽 實時現場新聞直播 主要是截蘋果的圖 也有拘捕了人 沒辦法 沒辦法 那些華明的人 都很勇武 為了自己的村子 憤不顧身 他們掌握了公權力 基本上是任拉 喜歡拉 街坊 又成這樣 接著就說街坊非法集結 就是這樣 簡單地說 這些鋪圖 一定是 這是政府的爪狗 他們一理死吧 是不是 總之 不要放在我們的 總之不要放在我們的警察的宿舍 附近 這樣就安全了 放在民居裏面 這樣就安全了 遠離我們這些 鋪鋪住的地方 就是這樣 所以 接著就 一場大戰 今天這個 就是粉嶺的大戰 這是8.9的消息 8.8 即8.41分的消息 港府晚上發聲明 指相關防疫部門 將於星期三出席 匹區區議會緊急會議 在此之前暫停徵用 這個輝鳴村的準備工作 即是他就說 不放一些東西進去 我們不用了 即是這樣 即是在這裡用拖字訣 即是這樣 當然現在政府沒有人相信他 所以那些人很勇武 就守住這條村 守住這條村 守住自己的地區 內地人也有這樣的做法 他們就這樣做 他們都知道 政府信不過了 他們都自己來守住這條村 禁止入內 禁止外來人入村 即是他們都做隔離工作 這個就是拿著架 不知道真是假的 這個鳳鳴村勸返點 嚴禁走親串友 這個就是香港的情況 倒路 幾種 幾種不同 當然內地是不同的 內地 我想 內地 比香港還開明 有時 有某些情況 你看回這次 這場肺炎就知道了 內地很快封村 封城 封村封城 封散 十幾個城市封 兼且立這個蒙面法 是蒙面法 不是這麼蒙面法 即是不戴口罩 你犯法 是這樣的 香港倒轉 倒行逆施 很瘋 你封村 你守衛 這條村 拉勾你 是吧 人家 華明那邊 都是 都是不想在社區爆發 你有什麼事爆發 誰什麼 對不對 你放遠一點 附近沒有什麼居民 這樣也合理 但附近三分鐘之內 附近也有居民 兩分鐘 走出門口 就有居民 這個是相當之 對那些粉麗人 是不公平的 有時候 很明顯 這個政府是弱智的 可以看看 澳門加強防疫 是怎樣做的 因為這個 疫症 基本上是真分奪秒 短分 短分中 同氣計 不能夠被你 挫脫 每一次加強 都是 真的有些事實行 不像 紫尚談兵 正如車公說 林鄭 紫尚談兵 我們會加強 我們會加強 加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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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做了 原來 喊了句口號 就叫做了 人家澳門 不用喊口號 立刻做 他就什麼 湖北旅客 入境 雖出事健康證明 現有湖北旅客 不返回 內地則送隔離營 很簡單 做了幾個步驟 現在香港是沒有做過這些事 澳門快到 嘩 這樣 很簡單 澳門也是順著邏輯去做 譬如 大陸封了關 十幾個城市封了 那些城市 誰下來就扔上去 或者扔到隔離營 香港也要宣佈同樣的措施 當你按膠 照跟 照跟澳門的做法 人家限制 限制關口的時間 不跟你 豬港澳 任你行 免費 免費任你行 那些車任你行 駛過來 一車輛送過來 沒所謂 這個政府是不是弱子 沒說叫你完全封關 別人澳門也沒有 但你可以限制某些人種下來 這個你是可以有限度可以做到的 這些 不等洗澡 小學生都認識 不等洗澡 另外 香港人開始有些革命 網傳 馬力醫院裏 內科病房 那裏的註冊護士 一補冠護士 應該是 一起 今天 申請病假 剩下護士長在這裏上班 做一個無聲抗議 開始罷工 給政府一些壓力 喂 大佬 醫治的人 不是香港人 全部都是武漢人 武漢人 大愛的角度,那就要救他們 大佬,一命換一命,有機會 我救了你,你受到感染 命是誰賠 你們的武漢人又不誠實 內地的消息又不靈通 很多病症,大家都要摸摸摸 特徵要摸摸摸 很多事都是香港的醫護可能靠臨床經驗 去摸摸那條路出來 找香港人來教飛,醫護來教飛 醫療完尾到尾,那些內地人拍拍屁股就走了 或者炒高樓價就走了 永遠屁股就香港吃 好東西都益了 就是這樣 補充一下HA Secret 即是爆料的 即是醫管局的秘密 秘情 他說有一個做海關的 他說認識一些入境處的中層 跟大陸交換好的政府 收一部份的病人 當然,我也明白 那部份的病人當然是非富則貴 不是等閒之輩 所以你看到他們為何會住在那些什麼 有平民,有一些紅二代 有錢人下來了 這個很明顯 就是雕好了這件事 所以遲遲都不封關 就是這樣的 最新情況,據說連佛山那邊都封城 佛山,據說那些人就會數下去 可能中山,廣州,珠海,深圳,澳門 慢慢地數下來 坦白說 你不封關 基本上都可以的 又不是做不到 封關是最好的選擇 但你限制人流這些基本事 但你沒有限制過 坦白說 他那邊的城市封關 他們自己封關 那些人理論上出不了 但你保證不到那些人偷走出來 偷走出來 然後又鵝青說自己 沒去過武漢 事實上出現了這個案例 對吧 變相你基本上 要兩邊一起關 他那邊的關關關了 你的關也要關 不是道絕不到 一些潛在的超級播毒者 他那邊的情況下 另外 原先有一些赤口集會 有一個赤口集會 都因為肺炎 取消了 免得太多人 有傳染的風險 原國勇反而爆料 他的資料反而有些見地 他說是這樣的 他說隨時可能有些隱形病人 已經來了香港 或者是社區傳播中 害怕就好像淘大事件一樣 原來這種病毒就是這樣的 如果像沙士的話 氣溫上升到30度左右 病毒的生存空間就會縮短 很有趣 原來夏天會好些 冬天適宜這個天氣去成長 也解釋到為什麼 可能廣東省 有感染個案 但也少一些 香港或廣東省 都比較熱一些 武漢那邊比較冷 變相那邊的細菌 會比較活躍 如果你說他南下 太熱 他就未必生存到 有這樣的可能性 但是究竟溫度 對細菌有多大的影響力 都很難說 相信 也有人拍到 記者拍到 在衛生署 其實他積了很多N95的口罩 當然不是給你用 給他們自己人用 他們政府很怕死 好東西就益自己 黨市民只不過是掛完機 有時候就按你們的錢出來 就是這樣 也有些醫護 叫大家用酒精 酒精搓手 這些酒精都可以抑制這些病菌 就是這樣 都看一下 這個就是蘋果的直播 看到他們的防暴警 在村裡走來走去 這是一定的 應該偶爾會有些人 會有很多防暴 看起來都超過八隻 現在他們的新型戰術 總之不會一兩隻 小貓兩隻出來 通常一出 幾百隻 目求 數量取勝 就是這樣 我想 今次的粉嶺居民 都很慘 看看能不能夠爭取到 至少 撤回這個方案 撤回這個 就是輝明村的方案 沒有理由放在民居附近 暫時說到這裡 最後也多謝網友的捐贈 多謝CK200元 歡迎大家透過PayPal 還有PayCode的捐贈 就是PayMe PayPal 就是PayPal.me slash nyksupelman 現在會員人數到63 亦都歡迎大家做會員 今天講到這麽多 有些新聞的話 重要新聞再跟大家跟進 多謝收聽